立法委员傅昆琦10号晚间在花莲市城隍庙举行地方基层座谈会 昆琦与您有约的活动 分享历年来对花莲县重大建设成果与城市发展的愿景 台前数百位乡亲听得津津有味 纷纷鼓掌肯定副委员一步一脚印为花莲打拼精神 奋力为全县乡亲造福 立法委员傅昆琦步入会场就收到相信这里的欢迎 在做团会当中播放立法委员傅昆琦为花莲争取重大基础建设影片 更亲自说明国道5号及苏华安计划等中央重大的交通政策 临会针对花莲县基内全线拖宽四线道建国路等七段铁路评交到立体化 日出湘西大道及矿石碎等议题 主义详细说明让关心花莲重大民生以及交通问题的民众能够更深入了解 我们现在不是从台北到苏澳国道5号 这边是休息区服务区 一直到现在走那边一直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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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到白米桥这里 现在这边这个就是国武到苏花改白米大桥移动到隧道的衔接 那边就是这些苏花改 这就是苏花改 这个就是苏花改 所以到这里衔接 7.4公里178亿 这所有的这一些规划设计都比学税还要好 比学税还要宽 比学税的防灾设备更好 跟大家关好 这条原本 戏罢业400亿 坤崎告诉交通问题400亿做不起来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837亿 到那边从太鲁阁大桥那边开始衔接什么 花冬块 那边的钱给花冬块 花冬块6月份 六月份 各位乡亲 我们是只有要争取 苏花改苏花安 还有多到五号到东号 现在 我们的花冬块 6月份 交通部交到花里来开苏文会 大家了解吗 所以呢 整个所有的基础建策 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把它到位 去年6月15号 111年6月15号行政院核定 151亿 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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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交通部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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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6月福文企业开放与民众密的密沟通 一起来探讨基层的需求 在座场会上请听地方乡亲的建言 例如乡亲关心高房价问题 是否可以再新建青年住宅 6月福文企业允论探讨可行性 来逐步规划改善 或是纳入新建基础建设蓝图 未来与中央以及花园新政府通力合作 为乡亲打造幸福快乐的移居城市 记得终于华收到